那我们最后我想应该要来稍微知道一下 除了重新整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假如说你的资料一个月有一笔 那如果说从2014年到2016年到2018年好了 请问你已经有多少张报表了 你已经有多少个档案一年12个档案 五年60个 请问你要做取得档案都要做60次 对不对 对吧 天哪你怎么可能同步的动作 做一次两次三次要做60次 有没有更棒更好的方法呢 这就是现在我要教你的 好 当然这里面牵涉到重新整理 例如说 例如说 我现在我去政府开放平台 我去下载台北市交通意外事故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先去搜寻 会到开放平台吗 例如说先到Google 到了Google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去输入开放平台 开放资料 你要做可以跟着我一起做 因为我做的是 就是已经放在网路上的开放资料 可以哦 这开放资料的话 它只要有更动有增加 我们这边就会跟着一起跟动 好你看政府资料开放平台 我就直接搜寻台北市的交通事故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它就开始帮我找 这边可能找到很多 因为我下的条件是台北市的交通事故 所以找到一个 那我们是不是就点选它 你看它这边它做成什么 一个年度 一个CSV 有没有看到这个 一个年度 一个CSV 101年有一个CSV档案 102年有一个CSV档案 103年有一个CSV 那这边一直到106年 它都有持续的把资料放上去 那这些档案你分别下载下来 例如说六个档案 你光取得档案是不是要做六次 还有这六个档案 你是不是都要设好关联 对不对 是不是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会 所以我现在要教你另外一招 好 怎么把六个档案 你只要做一次的取得就好了 首先 你要不要先下载这六个档案 请你不要下载到ODS 请你不要下载到ODS 你只要CSV ODS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Liberal Office Liberal Office的Calc 就是简单说就是很像Israel 另外的一套 但是它是不用钱的 自由软体 自由软体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下载好这几个档案 会下载吗 我这边就不刻意去下载了 然后 请你 请你下载的这几个档案呢 放在一个资料夹里面 放在一个资料夹哦 例如 为了我上课方便 我就叫这个资料夹叫做 台北市交通事故数据 然后接下来呢 把刚刚我下载从101年到104年 我只先放4年 你要是会把4年做完 那是不是就会做6年 可以了解哦 因为我等一下是要把105年1060丢进去 它只要按一个重新整理 整个算完 我要再重新介绍 这个重新整理 这件事太重要了 好 我们 我现在把它剪下 贴到我刚刚建立 下载底下这个资料夹 台北市交通意外事故 好了 这样有没有问题 你随便放在低叠的资料夹也可以 放在C叠资料夹都可以 反正 你只要先做好 这个资料夹 那我把它剪下来放到低磁叠机好了 我低叠底下是不是有一个低磁叠机 底下是不是有一个台北市交通事故的数据 然后里面呢 是不是有101年到104年的资料 可以哦 我这边我就关掉了哦 有听懂我现在在做什么事吗 那这四个档案在一个资料夹里面 所以我直接用我的 我只要连接到那个资料夹就好了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 快速点两下打开 然后接下来我这边是不是一定要做这个取得档案 对不起 我想讲完到发行哦 我想讲完到发行 因为我会觉得你们应该必须要知道未来的一个进展的方式会是什么 好 来 取得 取得资料 然后接下来从上往下来去看 有没有一个叫做资料夹 没有 没有 它在其他里面 其他 就是你的来源可以是单一个档案 也可以来自一个资料夹 那个资料夹里面所有档案全部都会被带进来 好 所以这边有没有看到其他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一个叫档案 全部里面一定有资料夹了 档案 有没有看到资料夹 然后连接 接下来呢 它就要请输入这个路径 资料夹的路径 我是不是放在低磁碟机底下 所以透过这个浏览去找到低磁碟机 本机里面的低磁碟机 低磁碟机底下的台北市交通事故数据 确定 我现在是不是把那个资料夹放在这边了 然后点选确定 那接下来里面有四个档案对不对 101102103104交通意外事故数据 所以有四个档案 没问题 好 然后接下来这边不是载入 载入的左边有一个叫合并 好 这边合并有两种 一种 合并是什么意思 四个档案合并在一起 反正你以前是不是 假设你要四个档案合并 你是不是透过复制贴上 打开第一个档案 然后接下来再打开第二个档案 把第二个档案全选之后 复制 然后贴到第一个档案的最下面 对不对 贴上 然后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有几个 有三十个档案 你做三十次复制贴上 现在我一次都不用做 好 我接下来是不是就把这边合并 并在入 那请问你这四个档案 理论上都是来自于同一个单位 放上去的资料 会不会乱七八糟的栏位 不会吧 会不会一下子 这个UTF编码一下是AMSI编码 不会吧 因为来自同一个人 就好像说 请问您做的报表 上个月做的报表 跟这个月做的报表 请问是不是要物求一模一样 好 我想一定都是的 这边没有看到乱码 所以我们就直接点 确定 好 你看 你与其在这边 你现在只要 很悠闲的去等 等电脑跑完 对不对 本来你要怎么样 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现在你只要稍微等电脑 自动的执行完这些动作 是不是很好 再接下来 好我现在我简单的画几张图好了 举例来说这里面是不是有那个 这边看一下哦 我的资料 我的资料 我这里面是不是有103年 然后几月几日 然后发生什么车祸 对不对 这样子的资料 这是不是叫做 Rural Data 是哦 这绝对是Rural Data 你们拿到的都可能还不是 也是这种资料 可是我当时只请你们分析可能是一小段 知道我在讲什么事吗 尤其第一组应该会很有感觉 好 因为你可以增加很多很多资料 可是请把那个资料放到一个资料夹里面 好 假设我现在我简单随便去做几个分析 我就去做那个各年 各年的一个连续性分析 有印象吗 好 我这里面我先做 先画第一章 我想要调查各年的造势交通事故的件数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这边是不是有年 发生年 所以请把它放在轴 这个发生年不可以当阿拉伯数字哦 发生年 发生月 发生日 的什么值呢 值是不是就是造势的次 造势的一个 一个 因为这里面一定会有造势的 例如说地点 那反正一个地点我就当一笔资料 所以我就把造势地点搬到值这边 只是我把它这个值当作是次数 就一个地点一个次数就对了 所以接下来就把造势地点搬到值这边 那我稍微把这个字啊 x轴稍微放大一点 方便大家来去观看一下 这边文字大小 看得出来吗 那我也这个数值呢 x放大 y轴 y轴的值位稍微放大一点 那我顺便把资料标签也呈现出来好了 资料标签 资料标签稍微放大一点 应该第一组很有印象哦 应该你们很有感这种事情 好了 那我接下来我是不是可以去做连续性分析 例如说 请问一下交通意外事故 从这张表里面 我们第一组可能就会报告说 它是属于哪一种 它是属于逐年增加 对吧 好在我们印象之中 交通意外事故可能真的会逐年增加 你们觉得交通意外事故会跟什么有关系 是跟天气有关 跟汽车有关 就是汽车拥有数有关吗 还有那个道路 道路是不是 有没有那个很多施工有关 什么之类的 你们就要去想办法收集其他的资料 可是我现在是不是想要再去做 淡忘记的分析 现在不能做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做什么 淡忘月的分析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当我点向下探索 然后我们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 交通意外事故2月最少 为什么 2月只有28天 可以吗 可是有一年的2月有29天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因为29天跟30天只差一天 或者是最多差两天 可以吗 2月 2月 出国的人可不可能比较多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你们又可以跟什么 观光光资料来结合 没有那么多人 没有开那么多车 所以就比较可能减少 好反正 看你们要怎么样去结合 好 我接下来我后面我就不继续做了 你还可以做很多很多分析 对不对 可是现在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我们这里面资料 是不是只有101年到104年 对吧 好 我先把它储存起来 请问一下 我现在是没有105年106年的数据 在这个视觉化报表里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去网路上 开放资料下载 下载105年跟106年资料 对吧 然后把它 例如说放到我那个专属的资料夹 那个资料夹是不是在第一次迭机里面 台北市交通意外事故 然后贴上 请问这个时候我要点什么按钮 它就跑出来105年跟106年的资料 能不能大声一点告诉我 这个时候我只要点什么按钮 重新整理 我们来见证一下奇迹的一刻 好吗 点一下重新整理 剩下来你根本就不用 不用再去 以前想办法要把什么资料怎么样处理 怎么样整合 你现在连去上个厕所都不用 他就跑出来了 我希望你的报告写的好一点 然后顺便把我的名声传播出去 我是来自阳明大学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因为真的 我跟李小姐我们在讨论这个课程的时候啊 就是那已经是 对 今年好像 反正过 今年过完年之后 大年初级我已经忘记了 然后他是从南投这边跑去台北 我们是 因为我从阳明大学那边过去 我们当时在台北开会 然后我们当时我们就在商量说 要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呈现 让你们有感 有那种感觉 而不是只是讲讲就算了 所以这个重新整理 还有请你把资料放在一个资料夹里面 然后呢 假设你今天算完 请问你107年资料 你是不是等网络上 他有 你再把它下载下来 放到那个资料夹 不就做完了吗 可是这件事情 我的贤妹柱啊 我跟他讲至少讲了10遍 他到现在 他只给我这个资料夹 他说叫做 这边 综合损益表 看到吗 我就跟他讲说 请你就把这个2016年1月 2月 3月 每月是不是都有损益表 我就请他下载下来给我 然后我就说 我可以给你影片吗 请你一样话胡如去照做 他说 不行 我明天就要 他所谓明天是因为 我昨天不是来这边吗 他就叫我说 来上课的时候 要是闲前没事做 晚上就帮他做 我只是要告诉你啦 真的 你那么多资料 你取得资料 你知道要做多少次吗 现在 只做一次 这样方式好不好 真的好 你看 每一年的损益表 2016年 1月的损益表 长这样子 然后 我关掉 2月 损益表 长这样子 那以前 他就像清明上合图展开 请他股东 还有请他们几个老板来去看 各月的损益表 那其实看这些资料 没有什么意义的 把它展示成一个视觉化 我觉得才比较重要 好 所以最后跟你分享这个观念 好 那我们最后还有一个叫发布 发布的意思 我只能讲观念 其实能做了 因为发布一定要登录 你没登录 他根本就不让你发布 那你们通通都没有登录 都没有注册 好 所以你就不能点这个 好 例如说他要求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储存 储存 然后 我存好之后呢 他这边说 请你一定要先完成登录 登录完毕之后呢 到时候他就给你一个网址 你就请把这个网址 寄给相关的人 然后他可以看到所有这些内容 简单吧 就是你点了一下那个网址 就可以看到了 好 所以发行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最后 只是要告诉你们 微服部 他怎么样把这视觉化 公布出来 然后看看你们觉得会不会做 所以我这边 我就放一个微服部的视觉化报表 当作是Ending咯 微服部 例如说Table好了 因为他们 我还去交过微服部的战情室 战情中心 它就长这个样子 例如说好了 这是2017年台湾各县市十大使音 视觉化模组 视觉化模板 他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二性肿瘤 是不是还是维持十大使音之首 然后接下来 如果 如果 我今天 问你们 你会不会 如果你有拿到使音分类 第六组 你会不会做使音分析 会吧 应该要会做 再来 这个使音分析 如果以二性肿瘤来去看的话 二性肿瘤 这边应该要整个联动 二性肿瘤 可是他这边没有做联动 这是蛮可惜的 他联动在这个地方 例如说 我只看 女生 我们来去看女生 我这边是不是点了女生 女生的十大使音是不是也是以二性肿瘤为主 男生也是啦 如果我们来去看十大使音的话 男女 都是二性肿瘤 第一名 那接下来台北市呢 当我现在点台北市男生 我想在主要城市里面 几乎都是二性肿瘤 因为二性肿瘤已经残联 第一 38年还是39年了 好 再来 如果你今天要去看那个年名别 65到74 你看他等于说一直切相关的资料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65到74岁的主要死因是二性肿瘤 可是如果你去看 15到24岁 他的死亡原因居然是交通意外事故 所以第一组 希望你们把资料好好的做一做 真的 交通意外事故 早在 之前根本就排不上名 现在已经在十大 十大 这个十大使音里面了 有一年我陪我爸爸去住院 因为他住院 我一定陪他 因为他说 他舍不得请看护 所以就我必须请假 然后去照顾他 我们四个船位 四个船位 三个交通意外事故的人 我爸爸很喜欢跟隔壁聊天 你为什么进来住啊 然后他就说交通意外事故 第一个进来交通事故 第二个第三个通通都是交通事故 只有他是生病 可以了解吗 所以现在生病住院的几率越来越少了 所以少骑摩托车知道吗 好 我最后我只是要请你们回想一下 请问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会不会做 会哦 我希望等一下 也许你可以整理成这个样子 你就点点点 然后让我们去看 哦 对 你说故事是蛮完整的 可以吗 那这是一张直条 横条图 横条图 圆形图 然后树状图 这边没有泡泡图 这边 我们泡别案没有泡泡图 Kavril预设的图标 有泡泡图 可以吗 那右边 右上角你只是放几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那我的课程暂时进行到这个地方 然后请你们现在开始做自己的分组的资料 我接下来我就会去循环去询问你们